大家好,我是可嘉妈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,请给我点个赞,加订阅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随着年龄越来越连长,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感官之一,它让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的世界和人类精彩的生活。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眼睛也可能会变得模糊,或者视力下降,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。 幸运的是,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视力,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法。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,今天用胡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营养的吃法,对于我们的眼睛视力有很大的保养作用。 可以缓解眼睛疲劳,眼睛模糊,等等的眼部疾病。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胡萝卜,先把皮去除干净。 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,它是一种重要的营养元素。 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,有助于保护眼睛,免受自由基损三。 此外胡萝卜素还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的增长生长和发育,增强视觉能力,减少视力下降和视力模糊,视力疲劳等等的风险。 还可以补养维生素B和维生素C,维生素B和维生素C可以参与眼球其他组织的代谢。 其中维生素C可以参与金状体的发育。 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避免白肋脏的形成。 在临床上多吃胡萝卜,也是一种辅助治疗维生素A缺乏症的方法。 丰富的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,对于视网膜、夜视功能有帮助。 缺乏维生素A可导致夜蛮,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。 对于眼睛和视力都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 胡萝卜我们先切片,然后切成细丝,最后切成胡萝卜碎。 接着再来准备一小节的三药。 三药它是一种常见的食物,也是中国传统的药物。 老年人常吃三药有很多的益处。 第一,可以增强免疫力。 三药富含维生素C,可以提高基体免疫力,保护老年人免受疾病的侵害。 第二,可以改善心血管功能。 三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B6和美,可以有效地控制血压,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第三,降低血糖水平。 三药中还含有本甲酸、半乳糖肝等物质,可以有效地降低血糖水平,防止糖尿病。 还能够调节内分泌,因为三药富含维生素E,可以调节内分泌,保护老年人的内分泌功能。 另外,老年朋友经常吃三药,对眼睛视力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 因为三药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,而胡萝卜素在进入人体之后,可以转换为大量的维生素A。 维生素A是一种能够保护视力,保护眼睛的营养元素。 身体这种物质充足的话,眼睛就不容易发生问题。 生活中用眼过度的人可以多吃一些三药。 三药去皮后,我们再用刀背把它敲碎,敲成三药梨,剁得越碎越好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颗鸡蛋,用筷子把鸡蛋打散。 鸡蛋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,蛋白质和维生素,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,有助于视力的健康和发育。 鸡蛋含有叶环素和玉米环素,能够缓解脂外线对眼睛的伤害,对视力有帮助。 鸡蛋富含营养成分如维生素A和C、心等,这些营养成分可以促进眼睛健康和视力的保护,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剂。 鸡蛋中的抗氧化剂如磷子和骨关钢钛等,可以减少眼部组织受损的风险,从而改善视力。 鸡蛋中的蛋黄素是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,可以帮助保护眼睛并且防止眼部疾病的发生,还能够改善夜间视力。 鸡蛋中的维生素A有助于改善夜间视力,同时还可以预防肝炎症和其他的眼部疾病。 接着再来准备五颗的枸杞,枸杞有明目补肝肾的作用,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,适用于因为肝肾阴虚,肝血不足引起的眼睛花,夜蛮症,老花眼等等。 枸杞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,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,可以改善视力,维生素A能够生成改善视力的黄醇。 因此,枸杞对眼睛是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的。 接着再来准备一小把的芹菜叶子。 芹菜叶子它是一种物美、价廉又耐保存的叶子菜。 它的叶子也是很有营养的,在蔬菜类中,芹菜叶子中的蛋白质、钙、铁、元素含量是特别高的。 而且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,算得上是保护眼睛的小人手。 芹菜叶香味浓郁,可以作为调味料,也可以直接当青菜吃,又开胃又爽口。 另外,芹菜叶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,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热毒以及火气, 能够改善因为肝火万胜导致的口干舌燥、气犬、心房等症状。 具有去病、强生的功效,如肝火万胜、皮肤粗糙, 以及经常失眠都可以适当地去吃一些芹菜叶子来调理。 芹菜叶子的吃法非常的多,可以用来煎蛋、煮汤、煮粥、炒菜吃。 我们用清水把芹菜的叶子清洗干净,然后把它切碎。 接下来我们先把胡萝卜碎和山药碎倒入锅中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,用勺子把山药搅拌散开。 然后盖上盖子把这些食材先煮熟。 煮上5分钟左右。 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,再把枸杞加进来。 把火调小,再把蛋液轻轻的倒进来。 火一定要小,这样煮出来的鸡蛋才够嫩滑。 鸡蛋下锅定型后,再把芹菜叶子倒进来。 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一点点的芝麻香油,简单调味。 搅拌均匀,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。 这做视频不易,亲爱的朋友们,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。 但对我来说,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。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 辛苦大家了。 用鸡蛋、山药、胡萝卜一起煮汤喝。 有很好的互补功效,能够很好的治疗。 中老年人眼花,对于肝肾不足引起的头晕。 多类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。 经常煮来吃,对眼睛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。 平时除了饮食之外,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也不要过于长。 每天看30分钟左右就要休息10分钟。 也不要在黑暗环境中看手机。 人一旦出现老花眼,对于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所以大家要重视起来,保护好视力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